台鐵桃園站23號清晨 發生電車線段落 緊急搶救維修之後 上午9點29分 恢復西陣線單線通車 中午12點4分 東陣線也修復 恢復雙向通車 台鐵統計截至中午 共有41列列車受影響 延誤了將近1萬6千名旅客 沒有人出難 出難 這樣怎麼沒有人搬車 我們就有車好玩 就不會再過 好幾個鐘頭 早上都沒有開搭車 改搭客運 已經來不及了 本來是要搭10點車 其實已經是在上班時間 台鐵這起事故 發生在清晨6點31分 桃園站內北端電車線 遺遭累積段落 造成英哥內力間雙向列車受阻 導致列車南下直到英哥 北上直到內力 一早被塞在火車站內的旅客 急得跳腳 紛紛改搭接駁公車等 其他交通工具 我要到台中 竟然還沒有廣播 我就坐高鐵了 換車就對了 換高鐵了 台鐵向旅客致歉 並且表示對號列車延誤超過 45分鐘以上的旅客 可在15天之內辦理退票 至於電車線斷落的真正原因 台鐵鎮調查當中 中央設計師張智燕台北報導 中央設計師張智燕台北報導